连锁咖啡店多纳兹 在高雄左营华夏路上三角窗 外观招牌都已经拆掉 店内灯亮没有营业 这家店无预警熄灯 附近邻居都错愕 这家多纳兹已经开了八年 六月才以八万元续株 七月还真财 但是九月一号突然熄灯 连招牌都秒拆 屋主还立刻在网路上 重新招租 引发议论 屋邻二十六年的一二楼透天 有241.5平 如果以多纳资月租金八万元来算 单平才331块 续租时只有短租到十月中 现在还在租期内 屋主租金寒涨 而且一涨涨2.5倍到20万 在地人透露是租金暴涨 店家无法承受 对面谁本 听人家讲的 都20万 我哥给他租的时候 就做租十几万 他那时候租300平是220多万 对 20多万 那时候旁边全部都是他的 屋主重新招租 租打高铁滑下三角窗 使用面积大 只租一楼开价20万 租金八万一涨涨到20万 众人吃惊 不过房仲认为是回到租金的合理价 百平左右 那我们租金也是有到八万五左右 在那里如果租金是20万 其实我是觉得也合理 靠近高铁附近交通方便又是商圈 搭上台积电进驻 男子产业园区不算远 让这里的房价 租金回到疫情前水准甚至更高 多拿支加盟猪考虑后撤店 会再找附近其他店面重新开张 三角窗的店面现在不算吃香 20万月租租客买单吗 还得再观察 东森新闻崔弦雅 在高雄报道